说点别的,今天赫泽有一对夫妻来济南秋仪 下车之后没有这本医院,而且是直接到了我们七楼电视台 来了我们拉罐兰姆祖,因为他得的病,非常的奇怪 一个医院一个诊断结果,那就想到我们七楼电视台来 看看,拉罐这里给个什么样的诊断呀 都说在家靠父母,储们靠朋友 赫泽居然成小花小梦,在济南一下车就犯了难 在这偌大的声称,难可没杀亲戚朋友 子妻爽母几乎使命也就罢了,更要面对是老婆这病 是磕不容缓啊,没辙了,招拉罐 昨天来到济南,回来就是找医院,找哪家医院 能看他这个腿嘛,然后来了以后都不熟悉 对我对济南给你们打这个电话 就是希望能够帮忙找个好医院 再抽抽,小梦嘴想消寒的小腿已经严重变形 诸子有三十多部分粗,我说小梦啊 对象都病成这样了,你就没带他去看看吗 文庭辞言,小梦顿事面对难色 哭嗓着脸说,不是不去看呀 而是这病,还是越看越迷糊呀 他们有说法都不一样 有的那些说是静脉瘤 有的说是这个雷马管机型 几个医院的集中说法 让小梦两口子没得出见 小汉倒的第一得的是杀病啊 也是成了两口子的行病 看着急着看,这病也不是啥疑难杂症啊 这不就是那大象腿吗 群家的辣官就报道过 广东眉山姑娘曾硝英长了这么一条腿 经过急着帮忙,在吉南军区中医院给看好了 你两口子也别丙激乱投意了 咱啊,还是带你去吉南军区中医院吧 陈主任详细地询问了小汉的秉食 结合着检查结果,陈主任说了 神经纤维6长到小汉这个样子的,还真是剥夺劲 眼下最优秀的治疗法法就是进行手术 爱其心切,肖梦,肖利,马儿就给老婆进行手术 客宅边,陈主任又开了墙 如果要动手术,还需要做个全面的身体检查 并做出治疗方案 像肖汉这个病,治疗起来可比想腿困难的多了 你找个神经纤维6的治疗 唯一的办法就是手术 手术最大的方向是出血 出血香难度,这个血管很脆 不好解答 所以治疗难度也挺大 他不能治愈,也没有药物 能够这个死的消失 听到陈主任这么说 小两口决定,回家再和假人商量一下 不管怎么说,肖汉这病 总算是有了眉目啊 就是想现在看好了之后 以后是要和他们一样正常走路什么呢 几折就是几折 专家就是专家 隔行如隔闪 最后还是感谢我们军区总议员的专家 给出了正确的这个诊断 小两口过两天 就会冲翻济南进行手术 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件事情 还是希望姑娘能够手术成功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